廣州荔浪市場4月中旬 本地物產增添處於青黃不絕 其實這個時候應該有些瓜 但最近廣州長期低放樂於陰脈 瓜和菜都長了 雖然中旬廣州本來有瓜 但自省自燒區只有這5條尺瓜 而且還長得相當不錯 主人是個濃烈能手 最有人注目的是金黃色的藍化法 但都不多 入志不足的緣故 都是蔬飯紙的蘭瓜花 堆成一堆非常漂亮 9元一斤 蘭瓜花好吃 唇花都好 多數搭配蘭瓜苗 簡單地清炒 鹽水煮 或者滾個肉眼湯 就極好 色藝相絕的感覺 春夏之教 蘭瓜苗算是優秀的主力食材 口感味道均階 隨便炒或者滾湯都很好味 但剝皮就麻煩 遇到有處理好的我就會買 小菜心根本掌不起來 這麼小小的菜坡 都要開價6元一斤 市場全都是名下菜心 最低要4.5元一斤 通菜只有一家油 叫6元一斤 往年這個時候都難吃了 豬辣菜又有一些 很粗生 但石味一般 要嫩口加上主力都當鮮好吃 就是要飛水 晚火多油 酸豆豆豉 或者肉汁 水芹 也就是乾爛人最愛的野芹 以前水芹有類似 梅油的味道 要豬油豆豉 晚火炒 現在種出來的味道不太黏 就很黏和脆口 簡單處理 炒一下就很好吃 可以試一下 難得見到有韭菜頭埋 這個用來種的 回去買一盆便會找韭菜 這種由小又長的韭菜 菜量叫做針韭 口感脆綿 也有好聞的韭菜味 這個時候的春九一流 好像百元一斤 狗幾乎不多 就只有幾百 但蠍子細 顏色綠 好吃的 魚生草 或者說折耳筋有一些 整棵有點老的 用來煮涼茶或者鋪湯 清理解毒 很多叫做魚腥草 根筋都比較嫩口的 可以涼滑 味道怪怪的 貴州叫做魚根 我就有成果 用自己有不同的顧客困體 這些原液艾液 可以吃 滾肉湯 板湯 或者煎雞蛋 很清新的味道 老的就可以煮水 洗頭 清涼 這個時候的紫蘇剛剛長起來 都很嫩口 香氣都沒有夏天的時候刺激 用來搭配肉類食用很合適 想起紫蘇里紫 口水橫流 薄荷葉搭配雞蛋 煎香之後刺激性降低 給食口 推薦 最近一段時間番茄都很貴 正品通通要四個半一斤以上 我願意吃這一種 但是開價都不見 就算吧 小胡蘿蔔 就只在街上買 太小了 不太小了 木瓜更加只有一個 這個見鬼的壞天女 一些青草葉簡單的給一下 桑筋 桑園 桑枝 都是清光明目的 可以煮湯煮水飲 或者用來餵殘寶寶 也可以買些桑園 柑筋花藤 有黃色和白色兩頂花 這個就是個名字 柑筋花的內緣 崩大碗肥公斤 也是煲湯的湯料 清熱退室 而不要喝 車前草 也是煲湯煲水飲 清熱解毒量血等等 白白胃胃高個子的蒲公英很多 好像喝了肥仔水 可以解毒肥料通涼品等 煲湯煲水飲 箭頭傳統說是去骨火 也就是體力路途者的一盆味 同樣是煲湯煲水飲 果苗菜苗比較多 都可以順便看一下 最多的是紫蘇苗 這個時候的紫蘇 顏色狀態都很好 風吹過來飄飄欲笑 難得還看到一盆珍珠花菜 朝鮮人喜歡用來煮豬葉湯 或者桑筋湯 挺好吃的 本地叫做紅芽 算是草葉 旁邊是夏家人喜歡用的紅芽線 九層塔 今天難得有兩盆麵 這個是海鮮伴侶 應該還有一盆在家裡的 菜麵的話 辣椒比較多 原來果苗都很多 就沒有怎麼拍 看到這棵桑神長得結紅 就記錄一下 這一期的廣州本地脈產 就記錄到這裡 壓過這一段的青陽不折 下個月應該就是花熟雞樂 花店來 下個月應該就是花熟雞樂